这里面就是古代所有女人做梦都想站起来的高家大院 也是大红灯了高高挂的去整地 在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它叫做高家的墙 马家的房 老米家的金子用斗梁 大家想象一想 这金子用斗梁他有多少钱多好横啊 那么当年乾隆皇帝呢 都在为他们家遇刺匾额 这座隐藏于闹市大院 到底有多厉害呢 跟着墓子去一探究竟 走吧 高家大院始见于明朝的崇祯年间 距今呢 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它是西安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居民院落 咱们首先看到的呀 是高家的大门 看见了吗 这个门看上去很小 但是呀 不要嫌弃它小 其实呢 非常的精致 咱们玩里走的时候呢 这个门呢 它叫做走马门 而且高是四米 即使你骑着高头大马 也能够昂首阔步的走到里面 你说当年他们家主人 每天是进来呀 出去呀 得有多威风啊 走吧 咱们在进门以后呢 首先看到这里有一个影币 也称之为照币 而且呢 也称之为隐墙 什么作用呢 起到了遮挡隐私的作用 另外呀 还有其他的好处 就是着不入 裁不出的意思 那么怎么来聚裁呢 看到这没有 当年这个水缸里呀 放满了水 山主人丁水主裁 因此水缸呢 是聚裁的作用 今天墓子也祝福 屏幕前的您都能够八方来裁 咱们绕过影币 前方便是前院了 前二政厅这里呢 被称之为影子厅 取紫气东来的寓意 当时主人在这里呢 是接待贵宾的地方 还会举行重大的活动 你相信呀 他们当年那可是七大围观 而且呢 又考中了榜眼 这每天外面是车水马龙 找他们家办事的人 不得多的 把他们家门槛踩破了呀 您说对不对 他们家从崇祯的十四年 到清朝统治的十年 高家本族七代围观 他叫做高岳松 在统治皇帝十年的时候呢 他以一甲第二名的成绩 考中了榜眼 大家现在抬头往上方看一下 这个匾额呢 叫做榜眼吉地 这是皇帝亲赐的 可想而知 高家当年有多么的威风 据传呢 高家当时可不止出了一个榜眼 所以皇帝呀 赏赐他们榜眼吉地 妥妥的学霸家族 是不是 大家现在跟着木子进去 沾沾喜气 咱们穿过了影子厅呢 走进了院内 而且对面呢 就是宁瑞厅了 上方悬挂的静远 二字的匾额 实际上呢 这只是一座过厅 而且南北两侧呀 它是没有厢房的 也被称之为叫退厅 当时男主人呢 在前方院子里接待宾客 那么女主人呢 在这里休息 因为在古代呀 女子无才便是德 他们不可以抛头落面的 就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所以当年呢 只能够静静的 待在这个屋子里面 等待男主人 咱们进来之后呀 可以看看 这厅里面呢 有个细节 此厅内的柱子呀 是方形 前厅正厅柱子呢 是圆形 象征着天圆地方 男为天 女为地 所以呢 男厅的柱子是圆形 而女厅呢 它就是方形的了 这个高家大院呢 它是传统的 中式四合院的建筑风格 左右两边呢 是厢房 分别是少爷和小姐的房间 这边是少爷 这边是小姐 古代讲究男尊女卑 所以小姐的房间呢 要矮于少爷的厢房 那么小姐的房间 什么样子呢 咱们进来看一看 这个房间呢 它是分为上下两层的 下层这边呢 是贴身丫鬟睡觉的房间 你看啊 这空间非常的小 不过呀 可以连接到二楼的楼梯 看到没有 这楼梯太修正了 估计呀 要手脚并用 才可以爬上去 而且整个房间呢 它没有走动的空间 一张床 一张桌子 还有呀 一把椅子 那么屋顶呢 还是非常低的 古代的女孩子 在出嫁前 几乎都是圈养 美名约是大家闺秀 必须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不像现在的很多女孩子 非常自由 可以随随便便的 出去玩耍 甚至呀 也不归宿 而且过去的 很多大后人家的女儿呢 没有出嫁之前呢 要待在闺房里面 一直等到 十五六岁的时候 才能够出来嫁人 咱们穿过了 宁子厅 走到后院呢 来到了大院的 核心区域 这呀 就是正房了 是当年主人住的地方 被称之为 在中堂 正房分为 上下两层 下层大厅呢 被分为三个部分 中间这里呀 是当年会客厅 而且南边的是厨房 那么北边呢 这边就是卧室了 咱们可以去看看 当年高家老爷子 睡觉的床怎么样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床 一看木料 就非常不错 而且俗话说的好 人分三六九等 木分瓜里子坛 这绝对是上等的坛木 您看 这上面还刻满了 葡萄的图案 葡萄多子 寓意多子多福 希望高家能够 人丁兴旺 而且立柱呢 是竹家的很多图案 竹子生长速度惊人 一截止的 生长速度很快的 希望他们家的官老爷呀 都能够世世代代步步高升 因为他们家当年呢 都是世代为官的 这家呢 就是高家的祠堂了 而且里面过夫的人呢 辈分最大 但是房子呀 也是最高的 那个高家人 过去是世代 世代为官 而且他们家 很注重这个教育 但是呢 他们家更注重孝道 穿过这个门呢 就是他们家的私塾了 这古代的大户人家呀 孩子呢 都不出去上学 直接把老师 请到家里面来 高氏家族 世代为官 那可是人才济济 富贵满堂 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家族现象 古往今来呢 都是极其少见的 而且当年的高氏家族 能够如此的繁荣昌盛 那肯定跟他们家的教育 是密不可分的 当年专门的教书先生 每天呢 来到他们家里边 教孩子们四书五经 等科举精士之学 是希望族中后人 能够修身养性 实行公正 穿堂过院 说的应该是这里吧 你看这门 如此接地气 它是非常窄 只可以一个人出入 而且现在是很少见了 出来之后 在这里呢 看到了一幅砖雕 你看哦 这边有这个兽桃 这边是竹子 这边是松枝 还有松子 下边是一个小孩子 什么意思呢 希望他们家的人 都能够长寿 而且官员都能够步步高升 这边呢 是子孙绵延之意 非常的有意思 高架大院 虽然说面积不大 但是呢 三雕艺术非常的厉害 你看啊 多出世如画雕刻的 这边呢 是三棵桃树 一二三 上面揭满了很多桃子 桃子呢 是予以长寿之意 但是这边 还有一幅砖雕 上边有一棵白菜 还有一棵萝卜 这是什么意思 慕子叶还真的没听说过 高架大院是一座 近四百年历史的古宅 而且高架 虽然说主题是江苏镇江人 但是呢 搬迁至西安以后 高架族人从明朝的 崇祯十四年 一直到了清朝的 同志十年 而且呢 他们家有七代人为官 当年高岳松呢 直接被清点为榜眼 后来呢 他们家是在当地 可谓是名门望族 在其他行业呢 也是人才辈出的 另外 西安这座城市 是一座悠久的古城 而且古城长安 建城已经有三千一百多年 建都呢 有一千一百多年 历史上呀 有十多个朝代 都是在此建都 它是一座 世界著名的历史名城 那么今天的西安呢 也是咱们国家 最繁华的地方 但是 这个座隐藏在 闹市的古宅 却显得格外的肃静 谢谢大家